这边中印欢呼雀跃 隔壁马来西亚却急得坐不住了 随着最后一品重达 900吨的简直梁稳稳落在 雅万高铁24号桥8号至9号桥墩上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 全线香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 铺轨通道全面打通 为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雅万高铁全长142公里 共设1号、2号、4号三座梁厂 分段负责全部2558品香梁架设任务 为雅万高铁量身定制的高速动车组 和综合检测列车 已于9月1日运抵印尼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 和第四大城市万龙 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两国 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 自从1974年5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建交之后 两个国家在政治、经贸、军事等方向 就开始了频繁的合作 但是在紧密的合作中 中马两国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冲突 原本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准备合建一条铁路的 可是就在2018年 马来西亚政府却突然决定放弃了和中方的合作 丝毫不顾中国方面的损失 单方面暂停已经启动并且修建到一半的东铁项目 突然违约 原本就是马来西亚的错 可在宣布违约之后 他们不仅拒绝赔偿欠中国的361亿违约金 甚至还把手伸向了中国 向我们要起了钱 一开始他们的态度还非常强硬 就是让中国还他们钱 但我们把双方签订的合同拿出来之后 他们却沉默了 中方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必须在90天之内 支付东铁项目违约金361亿元 但是马来西亚却哭起了穷 事实上 中铁项目问题已经不只是中马双方合作的经济项目了 它所折射的更是中马两国的外交问题 并不想得罪中国的马来西亚最终于2019年 再次和中国进行了商谈 在中国表示愿意降低东铁项目的造价之后 马来西亚也松了口 重启了东铁项目 如今 东铁项目的建设已经恢复了正常 只期待这条铁路建成之后 能够真正达到汇集两国的初衷吧